两吨重的水泥石吨上头写着禁止跨越四个大字 这里是八堵分住所 2月29号晚上发生冲撞事件后 紧急用吊车吊挂水泥石吨 放在分住所门口 希望让同仁安心上班 全面检视各驻地安全 那将朝装设两根摸字型高强度钢管之方向 尽速装置安全组合设施 另一头还有一个整修中的派出所 市长谢国梁下令要加装防撞设施 至于警政署也通令各警局检视驻地安全 署长更建议可以放警车当缓冲 果然花莲吉安分局一楼派出所门口 出现放着三台警用机车的画面 镜头转到高雄也看到费斯座房 位在高雄市区这间派出所 同样将警车停放在门口 而且轮胎还要往左打作为缓冲 就在各警局忙着加装防护的同时 网络上却有人爆料 疑似某分局长下令 在群组通知 要求远景值班物有手机看剧 打手游情形 还提醒大家值班台影像 都有连线勤务中心 督察组会纳入监看 不只发文者大宣长官不检讨制度 只会检讨基层 真的好窝心 也引爆了基层的怒火 有人留言反问 殉职的学弟有滑手机吗 还说他也有往门口注视 但意外就是发生了 非得出了人命 上面还在想方法 甚至还有分局说要检讨基层 不要在值班台玩手机看手游 根本予无人次 看在基层眼中 这些当长官的 也没正正在替基层远景着想 他们心里想的只是 如何赶快升官 令人心寒 上集命令一来 全台警局积极展现应变作为 目的为何 警戒最清楚 明时新闻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 ringing in 中文字幕提供